现在我们要看到从上周末到本周一 中国相继有多艘的公务船进入到了钓鱼岛海域 那日本呢也是多次提出了抗议 那对此中方则是明确指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上属岛屿及其附近的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呼吁日方要冷静 近日进入钓鱼岛24海里水域的中国公务船 数量有增无减 5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 当天下午有6艘中国渔船 及两艘中国海警船相继进入钓鱼岛12海里 对此日本外务省紧急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表示抗议 而程永华则阐述了中方的一贯立场 6号日本外务省声称有6艘中国海警船 以及大约230艘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的皮帘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同时中方正在采取措施妥善管控有关海域的事态 到了7号中国国家海洋局网站消息 中国海警船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巡航 参与钓鱼岛巡航的包括海警2166和33115舰船 日方则指当天傍晚再有4艘中国公务船进入相关水域 8号早晨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 有15艘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24海里内航行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公务船出现最多的一次 不过中国外交部近日也再次指出 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呼吁日方冷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